商机无所不在 而过年时间的商机还有哪些 大家聚在一起聊天的时候 一定要配上零食 也因此网络很多业者现在看准了 现在没人这个过年的时候 常常会没空办年货 或者是不想要人挤人 手上还要大包小包 所以推出这样的快速道府 24小时内一定送到 或者是早上订晚上到 强在年底让懒得出门的人 也可以享受到网络知名零食过新年 书上带转个不停 大大小小的包裹 把邮局人人忙得手酸腿软 面前这成堆的纸箱 得赶快分门别类送上车 好赶在过年前 把东西送到收件人手里 会这么赶 因为大家都想要年货 快速道府 很多人送礼的 希望在人家所有的下班前 在连接前希望收到 像我们台北市的话 如果快的话 最快在四小时之内 点开购物网页好吃的 好玩的人气商品统统有 只要是过年用的 大多推出快速道府 主打24小时一定到 甚至早上订晚上就到 让没空办年货的人 动动手指 东西就能送到家 业者要抢在年节之前 让业绩再冲一发 其实会在过年期间 选择快速道货 服务的足余还蛮多的 比如说像有一些 本来就是比较喜欢 在那家的人啊 或者是说 他不想在过年期间 出去提种物 或是出去拜年人挤人 拜年或不想人挤人 提的又重又累 业者推出年假不打烊 虽然又忙又累 但也是荷包满满 这段新闻成长面的一题 特别报道